大家晚上好 欢迎大家参加由EOS网络基金会举办的新一期非正式诱谈活动 我是本场活动的主持人来自星球日报的Kony 很高兴收到EOS网络基金会的邀请 这位今晚活动的主持人与各位嘉宾和听众们一起探讨到相关话题 相信大家对于到这个概念并不陌生 他至少由EOS创始人BM提出 迄今数年发展到已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在加密世界遍地开花 这位本场活动的主办方EOS网络基金会与到也有切似万里的联系 2021年末EOS网络基金会领导EOS生态与Block1分道援标 上演一场轰动社区且彻底体现到新险的独立自救活动 随着道德深化发展 它的优势是什么呢 它又遇到了哪些发展瓶颈 目前市场上又奔发了哪些道创新应用产品 面对这一系列问题 我们也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思维嘉宾 他们分别是Next道核心贡献者 Lucky道运营负责人Pony Aventa道创始人Loder 以及红莲资本商务总监江文老师 思维嘉宾将会围绕道话题为大家带来精彩分享 当然依循惯例 EOS网络基金会的卜力绝不缺席 关注EOS网络基金会中文推特 并参与活动娱乐活动 只有机会获得EOS网络基金会定制版限量飞盘 既不可失不容错过 那话不多说 那我们先有请四位嘉宾来跟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首先有请Next道核心贡献者林沙季老师 大家好 感谢EOS的邀请 我是Next道的联合发起人和核心贡献者C Next道是一个连接和聚集Web3 Builder的一个组织 我们这个组织里面现在 各个社区里面累计加起来覆盖了几万名成员 我们认为就是说Web3应该是未来十年里面 比较宽和最长的一个赛道之一 然后这个里面的工程师艺术家和社区运营 以及道的贡献者和他们引领等等 都会是这个生态里面的非常重要的参与者 我们认为说今天的Web3还非常早期 可能今天的很多项目可能在未来的几年里面 不一定能够留下 但是这个行业的一些Builder或者是从业者 可能会在这个行业的过程中会成正复复 会留下来 甚至是未来十年或者几年里面的 非常重要的一些企业家 或者是一些创业者 都会是今天的这群Builder里面诞生出来的 所以人是我们非常关心的一个维度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分享交流 人们连接还有项目孵化的方式 能够构建一个交流学习和成长的平台 然后我自己在之前主要在互联网行业 做产品引领还有创业 之前也算是从Web2能够从Web2转过来吧 去年年中开始更多的进入到这个Web3 做过一些项目的这个孵化 还有一些顾问的一些角色 所以很高兴能够参与到今天晚上的这个交流 我们也很关心到之前的会如何发展 好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老板 那接下来有请我们的LuckyDot 欢迎负责人Pony老师给我们简单做一个主要介绍 Hello 大家好 对 我们这边LuckyDot是一家去中心化的投资机构 然后现在是由传统Web2的基金投资2000万美金 然后主要是做为项目提供运营服务 还有资金方面的一些支持 现在已经和TagVC聚精研究院 然后ADTA HestorDAO等30多家机构达成了战略合作 然后后续将在熊市期间加上投资复化的力度 完善LuckyDot在QRD领域的投资图谱 很高兴认识大家 谢谢 谢谢 谢谢Pony老师 我们接下来有请我们的VenterDot创始人Loda老师 请您做个简单的做介绍 Hello 大家好 我是Badad的Loda Badad是ObsNBC 我们是去中心化的链上的投资基金 目前的话是由十几家比较老牌的Token Fund 还有一些创业者和大索的一些成员来去组成的 目前我们已经投了一些 包括在NFT NFT还有ObsN的一些基建领域 投了一些项目了 现在的话也是在积极地去进行ObsN的各种的build 以及是投研内容 然后我高兴就是跟各位就是同样都是做到的伙伴们去探讨 就是包括像治理啊 运营啊各方面的问题 谢谢 好的好的 谢谢Loda老师的介绍 那么我们还有一位嘉宾是来自宏链资本的商务总监江吴老师 江吴老师你现在翻遍上麦吗 可以点一下request 我们先开始第一个问题 然后到时候江吴老师再补充做一下自我介绍好吗 好的 开始我们提到 道概念最早由EOS创始人BM提出 而巧的是EOS生态也通过EOS网络基金会的领导 与Blog1分道扬镳实行一场 轰动社区且彻底体现道精神的独立自救运动 因此第一个问题我想请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心中的道精神具体是指什么 以及EOS生态解雇Blog1为例 道能够在组织中组织的发展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那还是先请我们的C老板先开始 给我们分享您在这方面的见解好吗 谢谢啊 这个问题其实很大 我就先抛砖引玉吧 就是简单说一下我们的一些看法 然后也很期待各位嘉宾的这个观点 其实在我来看就是说 现在我的一个观察 就是今天确实有非常多的道 甚至之前有些这个可能媒体或者自媒体都开玩笑说 说今天是我们拉一个微信群 就说是已经成立了一个道 对这种现象确实还蛮还蛮常见的 我觉得今天绝大部分的道都还处于一个 非常早期的一个实验的阶段 就是它离真正的道可能都还有一定的距离 包括我们其实也是一样 其实经常我跟一些不管住外部商还是住外部二的朋友交流 大家会问说Next道是怎么运营的 其实我都很坦诚 我说我们只是叫这个名字 但实际上我们离一个道可能还有很远的一个距离 因为我们的很多的运营模式 还没有实现真正的去中心化 这个社区呢也还没有实现这个自治 甚至是说我们到底是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组织 就是说我们在整个过程中有没有非常好的 这个作为一个组织的目标 其实都一直也是一个问题 我们也还在持续的这个探索中 但是怎么理解为什么今天好像看起来有这么多的道 我觉得本质上这是一种 其实道今天的很多道都是一种社区驱动的一种模式 或者说大家非常相信 就是说社区第一就是community first 这种这个原则在web3里面可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种做事情的方式 为什么呢 是因为相比于web2来说 其实web3里面社群和社区是一个 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设施 是因为是因为web3里面经常讲这个共识 就是说我们就评估一个web3的项目 不管是NFT还是协议 它的这个价值到底多大 其实很多时候会凝聚在共识这两个字上面 但是我们怎么去评估共识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要去看它的社区到底好不好 就比如说在NFT圈里面非常很多时候 这个津津乐道的大家会会讲到说 BYC的社群有多么强大 Zookie的社群会多么强大 包括Doodle是这些非常头部的NFT品牌 它的社群多么强大 但是这些社群它的载体 其实是在于一个一个的人 就是本质上还是还是这个以人为本的 所以我觉得说道德精神是什么 其实在我来看就很简单 就是以人为本 就是把每一个社区里面的成员 当成真正的一个一个的人 而且是这些成员他们主导了社区的样子 他们形成了社区的这个气质和精神面貌 他们他们形成了社区的价值观 甚至社区的很多的这个行为 会影响到道或者是项目的这个核心团队 然后这样的一些相互的影响 最后又被道以外的或者社区以外的 其他人所发现所识别 然后进一步形成了这个道的一些核心的一些价值 对所以我觉得以人为本 实际上就是道最核心的一个精神吧 而这样的精神他在外面山里面 因为社区里面的每一个人 因为我们是holder 我们是有多或多或少的一些共同的利益 绑边在一起 让我们围绕着这个道 或者围绕社区一起去做更多的事情 这个确实是在外边里面 其实很难很难很难这个发现的 就比方说大家如果住外边的人可能会经常 前两年会经常就有一个段子说 这个我把你当朋友 你把我当思维流量 就是很多人他会通过思维流量去进行变现 但是被当成思维流量的这个人 他实际上他是社区的成员 但是他是一个被收割的一个对象 在外边山里面就是说 可能很多时候不是单向收割 可能是多项或者是这个交叉收割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 其实也会让道德成员会形成一个 多对多的一个比较紧密的一个关系 我觉得这个是外边和外边山非常大的一个不同 而这个不同它构成了道德一个本质 就是以人为本 好我就先说这么多 谢谢 好谢谢谢西老师说的非常好 以人为本 那么接下来也是我们LuckyDog的Pony老师 对刚才嘉宾分享我就觉得特别好 然后我认为呢 道德可能每个人的理解是不同的 我之前看过一本著作呢 就要主权个人 我觉得他主要讲了 就是说未来的世界和一种权力的架构 那他是认为就是世界是以暴力 在推动世界的这个各种组织的成长 因为他可能未来政府啊等等的这种形式呢 可能是是我们就是这种主权的这种群体 雇佣的一种方式 那现在呢可能是政府来包揽着一切 他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对 种族啊地域啊国家各种身份来作为一个限制 可能在未来呢 道组织可能就是一个很早期的一个雏形 对他可能是一种就是去地域 去种族去国家的一种分布式的一种组织形式 那这种形式呢 其实目前我认为还是存在的一定的问题 那这个问题呢我认为用两点说 第一种叫弱关系 第二种是弱管理的一个情况 但是我觉得可能随着区块链的发展 包括各种工具的完善 应用层的这种爆发 像这现在可能是一个胖协议和受用应的一个阶段 可能很多道组织的这种松散的结构啊 还无法它的效率 还无法和中心化的这种组织结构相媲美 但是呢可能随着这种时代的发展 我觉得未来一定会形成这种强管理的这种高效的组织形态 因为区块链的本质是一种 就是可能生产方式的一种变革 但是正是因为生产方式的变革 让利益分配啊 更加的符合大众的利益 然后让每个人的这种个人的积极性变得不同 那进而促进了生产力的放大 对 所以说很多东西 就是说我们时代的发展 道的形式可能也是在有 是给未来作为一个很好的一个铺垫 而且像外部三 现在虽然说很小 但是呢我觉得 随着就是像 DimFi 像未来SosoFi 这种能够破圈的一些产品或者应用 可能出现的时候 我觉得就是 也是我们 道组织的一个爆发的一个阶段 可能利益啊 可能一个人有多种的身份 可能有不同道组织的身份 像持有NFT的组织 持有B的组织 还有不同社群的组织等等等等 它可能是多种多样的 所以说呢 现在的看法和观点呢 我觉得都是一种比较早期的一种现象 可能在未来我觉得会产生更多有趣 有意义的到组织 对 现在这是我的一个观点 好的 其实道的精神啊 本身体现的就是Websterate的精神嘛 就是真正的所有权归个人所有 这其实是在判断 就判断一个项目也好 一个项目 一个组织 一个任何的一个东西 任何的一个事情 真正是不是有 是不是具有Opsterate精神的一个 最显著的特点 就是是不是真正实现了 所有就是所有权的个人所有啊 比如像现在 大家很多在看的这些NFT资产 包括DID 包括对数据的这些变革 其实都是 都是基于这个 前提来进行的 那道组织也是 就是道组织要实现的是 要实现的是权力和赋能和这种 包括资产掌握的归属到 叫个体 归属到个体所有啊 归属到归属到这些就是 非小群体 非中英化的这些所有 所以这才是最核心的 我个人觉得 这是最核心的道的精神 就是像刚才 柯林举的例子 比如说 US的基金会 包括一些DeFi的项目的 一些这种 治理组织 是可以去 可以去 甚至驱逐项目帮的 当然前提不是说 项目帮摆烂跑路这种情况 它开始驱逐项目帮 或者是在一定程度上 很好的去 很大的去影响 项目帮的决策的 那这个其实就是因为 他们手上去持有代币 或者说 以及是能够持有 一定数量的代币 或者是NFT 或者之后是NFT 这种情况 所以它才真正的 能够实现这种 权力的 叫做民主 但这种民主 其实不是那种 不是古典的 比如一人一票的 这种低下民主 也不是 也不是 也不是这种集中制的 这种民主 而是 就是 而是要去 做一个完善的 一个治理架构 那这个治理架构 其实在很多的 宫链里面 做了很多探索 EOS当时的 在当时的一个概念领域里 算是一个 虚实上的一个极大成者 就是又有超级节点 又有道 又有 又有基金会 又有治理 又有变革 各种吧 各种都有 但最终没有去比较好的 去实现 可能是各方面原因 一个就有项目的原因 有理念 实际的原因 就没有去实现 这个其实是 真正要去实现的东西 就是包括 我们在 推动 这个倒计金的过程中 也是去 也是去 去尝试嘛 也是去尝试 去做了很多的 这种权限的分配 权限的分配 然后 通过合约 来去实现 真正的这些 来去实现 这些木头馆 对收益的这些 共享 所以我觉得 这个就是 是在 是在倒的领域里面 去做一些比较 有趣的尝试吧 这是一个 然后 然后 然后刚刚说 倒能够在 主发展里面 去扮演什么角色嘛 其实 基于前面的一点的话 其实倒 倒真正要 扮演的 就是新的生产关系 就是现在 大家其实很喜欢 去拿 拿到跟公司 去做对比 就是 那去跟公司制作对比 那公司制 跟倒就有 非常迥异的特点 就是 中心推动 和分布推动 权限 自上而下 和权限 自下而上 然后 然后 然后就是 包括这些话语权 的重塑 就都会有 有非常 大的变化 当然 还有一点 会很 需要去 解决 或者是说 受人诟病 其实也是一个 效率的问题 那倒怎么样 去在 自己的 擅长的领域 和常委的领域 里面去 发挥 比较好的 效率 去达到 一种 真正 达到一种 能实现 像公司制 一样的 这种 工业化 规模化 这个其实就是 未来到 能真正 能够去超越 叫什么 超越这种 组织变化的一个 一个特点 就这样才能 扮演出 比较重要的角色 那确实 现在特别多的 到都在做 很多很有意义的探索 就是 包括像 捐赠也好 治理也好 然后基于项目 去做项目的管理也好 就是有 有可能多的 我也是对 各种这些项目 非常感兴趣 非常关注 所以 也是可以 跟大家多交流 谢谢 谢谢 Wantan到的 Loda Loda 我说的 非常的一间间歧 就是改变了 生产关系 学到了很多 对 那 接下来我们 要不就 进入 我们的第二个问题 历经 数年发展 道已通过 各种各样的形式 在加密世界 遍地开花 比如 工具道 社交道 投资道 甚至是借代道 繁荣景象之下 道赛道德 生态版图 也遇见成型 在这一众 细分领域中 大家认为 谁能在未来 引领道 出现发展呢 还是请我们的 地老师 接下来 我们先来讲 好 那还是我先来 抛砖引玉吧 确实 现在的道 有非常多的 细分的一些方向 像 像主持人 刚刚讲到的 工具 社交 投资 还有借贷等等 对 其实 其实我 道本身 它是一种 组织上的一种形态 所以它不是一种业务模式 就是说我们不能说 我们做了一个道 那很多事情 就自然解决 就好比 传统行业里面 我们 注册一家公司 其实是非常容易的 去工商局 你一个证就可以了 你就算是一个公司的老板 或者是创始人 但是注册公司以后 其实很多事情 才刚刚开始 你的公司到底做什么业务 然后你怎么去获客 你的客户在哪里 他们 怎么样给你 产生付费的行为 然后你怎么雇佣员工 怎么去让这个公司 能够持续的活下来 而且活得很好 对吧 或者公司里面 也会有很多融资的轮次 或者是什么世界500强 等等很多的评级 那同样的这个逻辑 其实印识到道里面 也是一样的 就是说我们今天 成立一个道非常容易 但是这只是一个开始 那 那就说 说回到这个道的发展的话 其实行业里面 基本上现在有两类道 算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也是发展的不错 一种就是protocol 就是协议级的道 比如说以这个uniswap 还有ens为代表 他们都是在当年 在发币的这个前后 成立了自己的一个道 对 另外一种呢 就是以这个community 这种道为代表 就是社区或者社交型的道 在美国这边呢 比较有代表性的 会是像fwb 还有city club为代表 就他们都是说 以社区为出发点 去构建了他们的业务 那这两类道 确实在今天 都有非常好的一个发展 和出圈 对 尤其是fwb和city club 因为他们以人为核心 以人为出发点 那这种类型也是 nextout 我们自己所处的一种分类 就我们也是围绕社区和人 敞开更多的交流和连接 就像前面讲到的一样 我们相信说这个行业 还非常早期 也有很多的机会 但是因为它过于早期 所以今天很多 这个行业里面的产品 可能在过几年以后呢 不一定还继续存在 但是这些人 就是这个行业里面的builder 会更多的留下来 那他们中间会诞生出 未来非常顶尖的企业家 和创业者 这个中间 我们能够去捕获 什么样的价值 对 就是以人为核心的 这种社区型的道 在其中会有哪些可能 这个也是我们自己 在实践和探索 也是我自己会 更为这个关注的 一个方向吧 对 所以我相信说 在刚刚像前面 有位嘉宾提到说 这个解放的生产关系 对 我觉得这个也是 我特别赞同的一点 就是说 我前面讲的说 以道是核心是 以人为本 相比外伴的社群来讲 它是一个 更大维度的一个提升 这个也是我们 非常赞同 而且是想要去 持续探索的一个方向 对 所以在这个方向上面 我们会 我们可以 持续的去 去做些事情 也跟大家 多多交流 先讲这么多 主持人 好的 更多的新人 入场 第二个呢 就是提供 提供价值呢 其实是为原有的 留存的这些用户 已经使用过 到相关的产品的用户 这种 为他们创造更多 他们需要的一些 有价值的产品 对 然后 其实在 在那个 未来的变革之中呢 我觉得 最重要的是一个 就是代币经济学 上面的一个突破 其实像 代币经济学中 有三个逻辑嘛 一个是 它的稳定逻辑 还有购买逻辑 还有它的升值逻辑 对 这三种呢 其实是 像升值逻辑 和这个稳定逻辑 它是矛盾的 像 为了能够 降低 降低这个 用户的使用成本呢 其实 像购买逻辑 来 来做 这种传播力 升值逻辑 来 能够去吸引 新用户入圈 这样的产品呢 可能是未来能够 引领出圈的 这种 产品 对 还有 道的这种组织 还有就是 另一种 就是像 现在这种工具类的道 投资道 借贷的道 它可能是为 现在比较成熟的 一些区块链的 用户 在做应用 但是现在 其实这部分用户 并不是很多 像很多 对吧 好的产品 才 就像熊市 可能才几千月 日活 都很 算是很厉害的 一个产品了 对 然后 可能现在 其实圈子 我感觉还是 非常小 可能 我们未来 要做的事 就是要扩大 它的一个 传播力 对 然后 还有就是 我觉得 未来能够引领 发展的 可能就是一种 像GameFi 还有秘密属性的 道组织 能够让 别人 就很容易理解 能够马上 就是参与进来 我觉得这类的 道组织 或者道的产品 可能是一个 非常有价值的 可能是非常容易 在下一轮 流行周期中 能够引领 风骚的 一类产品 对 然后 最重要的就是 使用成本低 还有传播墙 生殖怪的 这样的一个 特性的方式 来引领道 还有区块链 等等 其他产品的 一个出圈 这是我的一个观点 谢谢 好的 谢谢彭尼老师 非常感谢 两位老师的分享 然后 感谢两位老师 对到目前 发展现段的 深度波及 然后同时也期待 到未来在 跟FiveNimi 等领域的 发展潜力 那下面 接下来我们就 进入第三个问题 社区有一种 观点认为 如果我们不认真 对待引力问题 倒将是一个 非常短暂的实验 因此我们也想 请大家分享一下 倒有哪些 盈利模式 您认为 哪种盈利模式 对于倒发展 是最健康 而且最具有 可持续性的呢 这个问题 请我们的 红炼资本商务总监 江汪老师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吗 然后老师 你可以补充一下 自我介绍 还有就是 您对 倒精神 具体是指什么 还有倒能够在 组织发展中 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的看法 也可以跟我们同事 都一起分享一下 好的 感谢主持人的提问 然后我先回答一下 比如说 到引力模式吧 现在看来 引力模式 还不是很明确 然后比较 比较常见的 市面上 比较常见的到 就我个人看到的 有比如说 有那些 做协议层的 就是给提供工具 给做到的 然后还有一些 比如说做 社交道的 还有投资道的 可能会比较多一些 然后应用 也是币圈 可能 比较关注的吧 比如说 大家都希望 这个扁平化 资源化 资源共享化 这些币圈的资源 所以社交道 应该会有所发展 然后还有投资道 比如说项目来源 特别是优质项目 然后有一些 有一些资源 不是利用的 特别好 特别是 币圈是一个 资源型的一个 目前还是一个 资源型的一个行业 就是我个人觉得 还是分布 不是很均匀吧 你比如说 一些头部的机构 CoinBash 或者SDU 或者DCG 还有大数 他们证据了一些 项目 或者流量的一些资源 很多小机构 或者是说 传统机构 进来的话 就是说 假如是说 没有一定的 通过这个道的话 其实对于他们来说 是一个很好的 投资道 比如说 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机会 然后 道组织的强关系 强管理的话 在这一块的话 扮演组织角色 我觉得还是 到 他有几个精神 比如说 系中心化 全球化 对吧 大家都能够参与进来 就一个 无论你是在全球 哪个地方 对吧 什么语言 什么语种 都可以参与进来 门槛降低了很多 然后大家有一个 共同的目标 然后 最主要的话是 他的很多东西 能够 就是说 能够代表 大众化的利益吧 中国投票 决策之类的 假如是说 道发展得好的话 假如是 那个美国的选举 说不定也可以通过 这个道的方式来扁平化 全民化 透明化 有可能 我觉得也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 一个工具 对于他们来说 我大概就讲这些 好的 江湖老师 你需要补充 介绍一下自己吗 还是 就接下去 下一 我请 下一个 好的 好的 那 那就有请 Volta道的创始人 Volta老板 就刚刚这个道 有哪些营运模式的问题 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吗 好的 其实刚才有 刚才嘉宾有讲到 就是说 道本身是工具 本身是 就是工具 或者是说 是 组织形式 组织形式 加生产关系的 这种 这种组织形式 那 其实 营运模式呢 就是 道 营运模式的方式 就不会是来源于 道的本身 它而是来源于 这个道所承载的 它 这个道所承载的 这个 组织的愿景 比如就是 因为 也是比较多样的 就是 可能说 作为道本身而言 它 就不是一个 不是说 一个固定的营运模式 就目前 目前看下来 我觉得有 有三类吧 就是 第一类 第一种 其实比较好理解 比较简单的 基本上就是在 二级投机里面 去 去做的 就是 有一些 有一些道组 有一些道组织 然后去做成热点 就以people为例 就是 有一些营销的热点 还有很好的叙事 然后大家都会 都会比较 好 去关注到这个代币 从而在这个代币上 去做 做比较好的 这种 有投机 然后都能够去炒一波 然后后面 项目再围绕这个 来去进一步的 去做 做运营 或者是实现一些 后期的交付 但 其实最大的利润来源 其实还是来自于 二级市场 所以 这是一个 比较明显的 一个方式 就是 通过这个 二级的炒作 来去 来去实现一些利润 这也是大家 可能也是 币圈 币圈的大家 所去 喜闻 比较喜闻乐见的 也是速度比较快的 一种引力方式 就是 就是 就是快速的去 进场 去FOMO 以及 以及说去 有代币的这种呈现 上线 而去炒作 那这个其实是 非常常见的一种模式 那 如果是 在这个之外的话 那本身 就是有一些道 需要有自己 就是 需要有自己的造学能力 那造学能力的这些道 会 会 会有哪些呢 其实 其实主要还是 来自于 产品 和 投 和投资 就我觉得目前 目前商业模式 比较清晰的 就是 一个是基于道 去做一些产品 那 这些产品 其实 有 有 有做协议 对吧 有做协议 有做 包括借贷 包括 去做一些 甚至包括去做一些 相对 二零五 甚至是 甚至是中心化的产品 只是说 那 这道承载的 承载的成员和资源 共去 去不断的去加强 这个模式 然后呢 然后 去让这个项目 去能够有一些 造学的 有一些造学的 和盈利的能力 那其实 这是一个比较 一个比较相对 相对长远一些的模式吧 比如说 比如好像奔得到 这本身也是有 就是在这个协议上 是有收入的 其他的一些 就是做 到协议的 本身也是有 能够实现一些收入 那这些收入 那么未来 会不会跟 那个 跟他们的 跟盗贷币去挂钩 挂钩到什么程度 那这个其实 就 在未来能够决定 他的 代币的价值捕获的力度 和后续的价格 这个是一个 在 就是在这个 盈利角度 比较去关注的一个点吧 然后还有一个 很清晰的 很清晰好理解的 盈利模式 就是投资到了 比如就好像我们这个 这个就是 大家都能够看懂 大家都能够看懂 就是 就是基于这个 叫什么 就基于 基于倒基金 基于倒基金 大家去做 项目的早期投资 那早期投资 在这个市场 有比较好的增长 项目有比较好的成长 之后 去赚这个 市场发展 赚这个整个的 行业增长 行业增长 用户增长 整个 整个的这个 叫 周期也好的 叫周期 或者是增长的钱 时间的钱 那 其实这个是一个 相对比较清晰的模式 那 最终可能决定结果了 就是说 这个 这个 这个投资到 最终接收到的资源 最终投出来的项目 收益的一个 收益的一个倍数 或者说收益的一个 收益率的具体的 一个收益率情况 决定了它 决定了这个盈利的一个 一个持续性 或者是盈利的多少 基本上 像就是刚刚说 有这个二级炒作 有基于倒去做产品 有做投资 我觉得这些模式 是目前看起来 相对比较 比较清晰的 就是盗的盈利模式 当然也会有一些 其他的 就是说去基于一些 基于一些盗组织 去赚一些 就是叫古典币圈 的盈利的钱 比如说是卖水的钱 卖水的钱 然后 孵化的钱 或者是 或者是项目的这种 合作 服务的这样 这样的一些费用 这个其实 依然是有的 只是说 可能目前有一些 团队是 用盗的方式 来去承载 这些业务而已 这些业务 以前就存在 基本上 我观察到的话 应该是有 这些盈利的方式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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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de老板 然后非常感谢 两位老师分享 收益模型确实是 每个项目成功 应用的最重要的 核心问题 然后也 相信大家通过 嘉宾们的分享 然后也比较全面 了解到了 盗盈利模型 一般都涵盖 哪些类型 那接下来 让我们进入 第四个问题 我们可以简单的 将盗理解为 最大限度的减少信任 并通过激励用户参与 从而实现社区共识 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 倒却存在一些 效率低下的问题 各位老师认为 出现这一问题的 原因有哪些 我们是否有 有解决此类问题的 良好解决方案呢 这个问题 请我们的 自己老板 先跟我们分享一下 可以吗 好 我还是先来 炮砖引玉 对 确实我觉得 在很多时候 去中心化 或者说 组织可能是一对矛盾 比方说 在前面讲到的 一个分类里面 就是community 这种道德内心里面 有几个 做得比较好的 代表性的道 他们的早期 甚至是 现阶段的运营 都没有那么的 去中心化 甚至 反而是非常中心化的 比方说 FWB FWB的话 用户要加入 因为他们是一个 俱乐部 大家可能 有的朋友 可能之前 对他还不够了解 他们实际上 是一个社交 和社区的 一个俱乐部 那用户怎么加入 成为这个道德 正式成员呢 需要做两件事情 就是第一个呢 你需要买他的 一定数量的代币 大概比如说 买他100个代币 可能在高的时候 可能会相当于 是几千美金 现在熊市 应该是跌了很多 需要买一定数量的token 表达 就是说你对他们 这个道的一种认同 其次呢 你还需要提交一份 比较详细的资料 这个资料 就是一个表单 是一个 AirTable的一个表单 然后你需要通过 这个表单 去回答很多问题 比方说 你为什么要加入他们 你是一个什么背景 你能够给这个道 提供什么样的资源 或者帮助等等 然后你提交 这个表单以后呢 需要进行一个 非常严格的审核 而整个这个审核的过程 其实是非常的中心化的 就这个方式 其实非常的 对吧 非常的不web3 就说 就说谁能够加入 这件事情 为什么不是 由社区来投票呢 对吧 就是如果说 我们要去强调 意识形态 强调web3的话 其实应该是 交给大家投票 但是没有 整个的这个审核过程 非常的中心化 对对 然后再比方说 这个Cit Club 对他们也是一个 社区和孵化器的一个代表 那在他们整个孵化的 这个项目里面 核心环节就是说 到底哪些项目 能够被入选 能够被它孵化 整个这个过程里面 除了前期 可能在第一个环境里面 有一部分是 让用户来进行这种 算是试验性的投票之外 整个环节也都是由 他们的中心化的团队 来决策的 就是说 在刚刚这两个例子里面 其实非常核心 和重要的环境里面 都是由中心化的团队 来决定的 社区能够起到的 这个价值 其实并不是特别大 社区反而是一个补充 或者说在做活动 或者在这个交流 这些环节 社区肯定是一个基础 团队成员可能是主导 但是在他真正的这个 决定他的业务的环境里面 其实社区是没有太多话语权的 对 因为 尤其在早期 如果你过于去听 这个社区的意见 或者说大家每个人 都能够一人一票的 去执行的话 很可能这个流程 如果没有严格把控 很可能整个 如果把它 把道当成一个产品的话 那他的这个MVP 或者是MVC 就是最小 最小化可用的这个社区 可能是跑不通的 对 然后 近期呢 这个中文社区里面 有一个道 可能大家也关注到 叫Pander道 对吧 他们是应该是 在19年左右成立 不对 可能更晚一点 他们当时 募了很多钱 募了1900多个以太 最近好像社区里面 在闹 创始人希望能够 把这个道彻底的解散 彻底的关闭 然后把钱退回来 然后社区成员呢 还在争取 就是说有没有其他 更好的一些解决方案 那这个里面 我看到创始人 他写的那些推 我理解本质上就是说 是社区用户的这个 可能一部分散户吧 他们想要这个短期的利益回报 和创始人认为的这个道的长期回报之间 其实出现了一些不可调和的矛盾 那这个矛盾 其实我觉得不同的道 在不同的阶段里面 可能都会早晚会碰到 对可能有的道是第一天就碰到 有的道是在发展的这个过程中会碰到 所以这个其实对于很多创始人 就是说尤其是以前习惯的外博的这一套 做公司的方式 或者说自己做角色的这种方式的这个道 其实是有更高的要求 就是说你怎么样去平衡社区里面的各种各样的hold 和大家非常非常不一样的这个长短期的这个利益诉求 和你你自己的这个场景发展的这个这个矛盾 这是一个非常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吧 对这个挑战其实一度让我认为说 要把一个道做好 可能是比经营好一家公司可能要更难 对原因在于说其实你你做家公司的话 其实你中心化的对吧 你比如说你是你是发展 然后呢你你莫了钱 或者或者是你自己的业务能够赚钱 然后你招了一批员工去给他们这个发工资 那所有人其实都都听你的 所以整个这个决策公司的命运是完全由创始人和 或者是创始团队来决定的 所以你在推动事情的时候是是很容易 当然他也他也会有这个单一决策的这个风险点 对但是道的话你既然是去中心化 你既然是这个所有的股东 或者所有holder参与到你一定的这个决策里面 其实对于整个的这个平衡提出了非常非常高的要求 对我觉得这个这个东西 还很难讲就是说 谁或者哪个道他有非常多的 这个非常成熟的这个经验 可能确实大家都还在一个 比较早期的一个探索的一个阶段 对所以这个方面我觉得也不能说 有哪些非常好的这个解决方案 更多还是在一个探索和探索和一个观察之中吧 好 谢谢主持人 谢谢老板的分享 这我们也的确都是在探索当中 那接下来有请阿伯特大夫的创始人 罗大老板 就这一问题 有什么见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我的看法是这样目前在到现在的 现在的能够实现的治理架构和这种运作方式的情况下 其实存在一个过渡期 这个或者说可能之后也会是这样的一个并存的状况 就是有一些事情 其实有一些工作吧 有一些工作其实对于这种中心化团队吧 对于小团队或者是个人 其实做起来效率会更高一些 然后有一些事情其实是放到上面去协作 这样这个效率会更高一些 可能有点类似于互联网上的这种 就是一些叫做非标跟标准化的一些工作 比如说在互联网公司里面会存在 打比方会存在一些做开发的战略决策 或者是做一些核心的投资人关系 这些其实是一个差异度非常大的一些变化 一些工作 然后像有一些比如说是可以标准化的 比如说打比方打个车 或者是完成一篇文章 或者是写一些一部分代码 或者说做审计 或者是解决一个 或者完成一个市场营销推广这样的一个任务 这些其实都是相对可以 可以有一些比较明确的 从一到一的一个结果的 所以现在在这个到效率里面 其实会是比较适合这样的一种状态 就是有一些复杂的工作 其实还是会目前的一个 包括很多的到里面其实会是这样 就是有些复杂的工作会组织成一个 组织起一个专门的小组 或者叫委员会来去做这些工作 当然这个委员会的授权 选拔授权和方案的实施 也是在这个到本身的一个框架 就治理框架和批准框架内去进行的 所以在这个基础上 其实就能够去实现一些更多的分工 一些分工一些事情 但这个就会是 我觉得在这种方式下能够解决一些效率问题 这效率问题其实体现在什么呢 比如说治理要讨论 要做方案要做决策 那这中间有一些执行人 有一些做事情的人 提案的人 执行的人 投票的人 这中间必然会涉及到一个过程 涉及到一个互相讨论 形成博弈 去形成一个共识的一个过程 这个其实是必要的 那其实这个行为看起来效率低了 比如说这样一个决策 它是经过一段时间酝酿出来的 经过流程出来的 看起来效率肯定是低的 因为相比起一个老板 或者是几个合伙人拍脑袋拍桌子 就把这个事情定完了 那肯定是效率更高的 但是这个其实 这个决定到这个共识 这个决策和共识质量 其实是差异很大的 因为一个是几个 一个小团队的利益 一个是整个的群体的 到了群体的利益 那中间所代表的 所代表的这个价值 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会让有一些感觉 就是说觉得好像 做一些事情效率变低了 确实是变低了 因为更复杂了 要考虑的东西也更多了 那这是在治理上的 那如果是说在一些工作上的 比如说像在我们这边 大家要去 共同的去完成一些研报 那其实这种 中间也会涉及到一个 一个周期的过程 可能几个 可能比如说正常来说 几个主笔 几个主笔 坑子坑子坑子 自己憋在家里 关在家里一顿写 一周或者多长时间 也能写完 但如果是说 但是我们会 会有更多的 我们的会有 就是小伙伴 会有更多的参与方进来 大家共同来去讨论 一个比如说 一个研报的框架 然后主要的一些洞察跟内容 然后每个板块的分工 怎么样 大家各自来写 它这个涉及到的工作量和沟通量 肯定是变大的 确实是变大的 但它的优势是什么 就是在这个时间没有那么紧急 或者在一个情况下 其实能够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让这个更多的见识 更多的见识 或者是这个智慧 能够得到沉淀和碰撞 所以效率这个事呢 确实我觉得 需要去比较两分的去看它 就是一方面 就是说把适合到 做效率高的事情放到这 那把这个不适合的 先放到一些小组里面去进行 然后在框架下来做 还有就是尽量的去 社区其实有很多的东西 是可以参与 可以增加参与感的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去进行协作的过程吧 然后本身其实这个也涉及到 实现很多就是叫道德授权嘛 这些的在内 但这里面也有一些 也有一些不同的例子是什么呢 比如说像在 比如说像在一级投资 在早期投资领域 早期投资领域的话 其实这里面 反倒有一些地方 是可以增加效率的 就比如说原本 原本我们一个机构 那一个投资机构 看到有些项目 我们去做沟通 做进调 包括做它后端的支持 它投后的支持 这个其实体现出来的内容 怎么说 就是一个机构的力量 那现在是有多家 有多个成员 多家机构 全部都在一起 那其实这个效率 其实就有提升嘛 就有变化 就是在一个 这个事情上 其实效率是变高了的 所以我是觉得 就是有比较多的 就还是有挺多东西 可以探讨的吧 就是效率来说的话 就是能够 重点就是怎么样 去把这个倒数承载的 商业形态去设计好 然后去发挥它的优势 对我就是这样 谢谢 好的好的 谢谢莱文老师的分享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 第五个问题 到这里所带来的安全问题 一直备受社区关注 然后黑客会通过攻击手段 获得大量自己代币 从而利用盗作 比如稳定地协议 Bean Stock 就曾遭受此类攻击 而有时候社区会通过 道的方式抵御黑客的攻击 以EOS为例 当黑客攻击发生时 项目方可以迅速联系 21个区块节点 并通过多签的方式 封锁黑客账号 从而阻止黑客行动 尽量降低损失 EOS的处理办法 和如何避免这样的问题呢 这个问题请我们的 Lucky道运营负责人Pony老师 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您认为这类安全问题 我们有什么好的处理方法 或者怎么避免呢 好的 我认为是这样的 就是现在区块链 也处于很早期的一个阶段 然后那个 现在呢就是 也是在 那个 对 然后就像 现在像一个黑暗森林一样 然后很多 很多那个 很多就是黑客 就像他黑暗森林里的猎人 然后像有的很多项目啊 其实就是像一个 猎物一样 然后如果他自身存在的问题 或者漏洞 就会被这些黑客 击毙 就是这个项目 其实就会被 自然的淘汰掉 其实说 刚才你说的 就是黑客盗取自理代币这种 其实我们本质上 像POS这种 公司机制呢 其实 我们很难去 完全避免 可能就是说 像项目方本身 或者机构本身 持有足够多代币 进而就可以 可能 再有更多的这种 代币数量 然后进而可能 规避这种情况 这是一种 但是它可能存在着 一个中心化的 一个风险 对 然后另一种呢 就是说 可能 像 在未来 可能我觉得会有一些 更 更加 就是有 有创意的 或者有创新的 一种共识机制出现吧 比如说 像 很多 像那个 Solana这种 其实它Solana这种呢 其实它相当于 有一个量子中 那这个量子中 所有的创新 都在这个量子中里面 那这个量子中 可能所有的东西 都是基于这个 共识机制 然后这个共识机制呢 可能里面有很多 分布式的一种 对 然后把那种 自己权限呢 分配给不同的 组织啊 协议啊 或质押的代理人 这种 我觉得可能是一种 创新的一种方案 对 然后 我觉得可能 未来 随着区块链的发展 这一块呢 可能会得到 更加妥善的一个解决 当然里面 未来一定会存在着 更多的黑客 或者倒闭事件 这种 谢谢 这是我的一个观点 对 好的 谢谢彭宁老师 那么接下来有请 红链资本商务中间 江龙老板 您对这个 倒置理工机 所带来的安全问题 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或者怎么避免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就像刚才 上一位发言人员讲 那样思考路径 大概是这样子的 首先从共识机制 底层基础设施 对吧 你肯定是 要经历过 世上打磨的 比如说 那个 边上就有 就有 做了 做了好多年的 那个底层基础设施 那个道 然后 多开 多 多 多整一些 那个 比如说黑客攻击的 这种奖励 奖励大会 去攻击 去 去攻击 去经历 去市场的考验 然后在盗的机制上 比如说 这个 金库的 金库的管理上面 对吧 然后 机制上面 尽量 多一些 好的机制吧 比如说 3000 或者3000以上 而不是说 某一个 失药 被别人 放在电脑 被别人偷了 这种 就被盗了 这种 这种 太那个了 反正我们也碰到过 很多问题 这种问题 就是钱包 就用电脑 就是被 失药 就被黑客 给 你也不知道 它是从哪 哪个途径 反正各种途径都有 黑客 它 比如说 web端的 它一些广告 或者是说 那个VPN 也有些VPN 也不好 它也会抓取 你的那个 失药 所以 从机制方面 主要是我 我觉得 其他 其他没有了 就是 好的 好的 非常感谢 老板 就安全问题的 分享 相信随着到 在安全问题 上面 会不断的 往下 相信到未来 也会 拥有更多 非常棒的 应用场景 那 不知不觉 我们也来到了 最后一个问题 最近我关注到了 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点 K Yoko Finance 提出了一个 名为 Dow to Dow的 借贷模式 因为每个 道其实 都是公开 且通过 去中心化的 方式运作 所以我们可以 对道进行 信用评级 并给予一个 信用额度 从而打开一个 全新的链线 信用 信用带市场 我觉得这是 道在 更多具体 应用场景 深化发展的一个 非常有趣的尝试 那么大家如何 看待这一尝试 以及大家认为 这种尝试 发展前景如何 除此之外 大家还有 其他看好的 道创新 应用场景吗 首先有请 NextDow核心 贡献者 B老师 可以跟我们 分享一下 OK 其实刚主持人 抛了两个问题 两个问题 就是说一种是 道图道的 这个模式 我觉得这个模式 其实本质上 跟以前的互联网 里面的2B 或者是B2B 是非常像的 我觉得2B 肯定是空间 非常的大了 就是像 Crypto和Web3 整个前面这么多年 一直都是2C 就是说它 它是有 这个庞氏 或者是这个 注笔权 所以带动了 更多的C端 或者是 中文权经常 叫韭菜 进到这个里面 那我觉得 随着这个行业的成熟 它出现了 更多的组织 那道呢 它作为 这个里面的组织 的一个载体 就好比像 现实世界中的 企业的 这个信用体系一样 当更多的 到越来越成熟 它的经济行为 完全体验在链上以后 我觉得这个空间 一旦被打开 是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一种场景 就而且它 基于 区块链的 这个无需许可 还有可组合性 它完全可以 跟现在的DeFi 或者是开放金融 会融合到一起 会能够 能够把这个力量 汇集到一起 这样一来 就整个 外部上的 这个经济体系里面 会有2C的DeFi 也会有2B的 这个开放金融 或者DeFi的一个部分 我觉得这个空间 确实很大 但是之前 对这个模式 也没有关注 回头再去研究一下 看看 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角度 我目前想到 就是这个 然后第二个问题 就是说 关于这个Dao的 创新的应用场景 我觉得跟前面的 观点一样 就是说Dao 它本身不是一种业务 Dao是一种组织的形态 或者说 它是Web3 这个里面的 非常独有的一种 心得组织形态 这种组织形态 在以前是没有过的 但是它本身 本身不是个业务 就是说我们不能说 我做了一个Dao 我很多问题 就自然而然解决 我们还是要解决 你的业务是什么 你的客户或者用户是什么 然后你怎么赚钱 怎么去 包括赚钱这个事情 也可以稍微多说一些 像之前这个市场 比较好的时候 像牛市 对吧 很多人会说 Dao为什么还要贪赚钱呢 既然到了Web3 我们应该谈理想 应该不要去谈赚钱 但现在熊市以后 其实很多Dao 都活得都很困难 包括像这个 大名鼎鼎的Bankneys 他的这个国库 因为资金相对 就他国库的这个构成 还相对单一 所以碰到熊市的时候 他们的日子 其实也是不太好过的 那像Sit Club这样的 他因为他 一方面他融资 融了很多钱 对 第二方面就是 他孵化的这个项目 都很多发展还不错 所以他的国库里面 也非常充沛了这个资金 而且是非常 非常这个多元化的 一个资金的构成 足够让他去 就是去迎接 这个市场的一些 更多的检验 对 所以我觉得很难讲 就是说到本身能有什么创新的这个场景 他更多还是跟这个业务 跟着业务来走 对 他倒只是说对人和这个共识 有一个web三方式的一个重新组织 对 这是我的一些看法 谢谢主持人 好 谢谢戏老师的分享 那现在有请Lucky到运营复赞 Pony老板 可以就这个问题跟我们聊一下吗 到创新应用产品 我觉得到处到的这种借贷模式 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一个尝试 现在比较成熟的模式 也只有这种抵押借贷 更多的借贷形式可能还不是特别成熟 像链上的行为价值 然后信息系统的完善 可能才能对后续盗组织的信用评级 有助于这种借贷市场的一个发展 但很多问题我觉得现在还是很多的 例如就是刚才我所说的信用评价是否完善 比如说还有发生极端情况 市场的这种极端情况 怎么样来抵御这种风险 对对于还有这种形式发展前景 可能我觉得我目前还持有一个保守的一个态度 倒置之的机制和使用人数 还不是占比还不是特别高 这种形式的创新 我认为可能还是市场上接受度 可能并不一定很高 我可能会更看好 倒的创新可能是基于未来的一种 就是能够破圈的应用 可能比如说像可能基于gamefi的 对基于未来对秘密币等等 秘密币的道 然后可能一些新的像sozofile 可能未来我觉得是我比较看好的一些方向 对然后还有可能IMT等等 我觉得都是一个可能更值得关注的一个方向 对然后所以说 这些也可能需要大家共同建设 共同发展这是我的一个观点 非常感谢Pony老师 那接下来有请Aventa到创新的老板 可以补充再说一些关于您对到创新应用产品的一些想法吗 对我觉得这个信用币蛮有意思的 就是我们看了一些NFT NFTFi的一些项目 就是本身也是会去以这种方式去增加一些流动性 或者是说在接待上没有尝试 包括也能够把原来的一些Devite协议用的比较好 就把一些Aventa这种用的比较好 直接通过NFT跟这些代币的结合 去能够有一些叫借贷呀 或者是说相关的一些出来 然后借给到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 就是能够体现出 能够体现出到本身的 叫本身的一个信用度吧 或者是他的国库啊 然后本身的资产啊什么的 其实都能够有一比较好的意思 那这个其实是在什么呢 就是在衍生品嘛 在金融在衍生品层面的一些尝试 那其他的就是其他的一些道的叫道的创新应用场景 其实目前来说的话 目前来说其实大部分的产品 或者是场景其实还是在解决到的一些基础的 到了基础设施基础工具 就是怎么治理 怎么管钱 怎么投票 怎么分 有钱怎么分钱 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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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后续就是 就治理怎么升级 人 那个成员之间什么关系 可能目前 更多的还是在探索这些问题 就是探索这些基础的一些管理 然后就是包括包括现在一些一些一些新的工具吧 就是包括以太坊和其他链上的一些工具 其实都是都是在这些场景去做事情 那创新的话 就是创新的部分呢 其实我觉得后续那有有有比较有比较好的部分 其实会是两方向 一个是一个是结合 就是真正结合 结合NFT使用的 就是就是能够去给到里面的这些成员 成员成员的这些贡献度 还有还有就是成员的属性 角色 然后他的权限 这个这个在未来的工具中一定会有NFT的方式去去实现 然后他可能这些不光是一个历史 就是叫做记录性的 可能为了可能也会是可以交易的承载性的 所以这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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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方式 然后第二个的话 其实还是在这种在这种代币管理创新上 就是比如就好像就好像那个Curve的这个 这个这个治理代币的这种这种模式一样 就是我觉得后面也会有更多的这种 相对来说更更复杂一些的 然后又本身和业务结合比较好的这些 创新的一些一些场景出来 但具体具体是什么还不知道 我们自己跟一方面是是也在 也在寻找这样的叫叫这样的这样的场景 去匹配去匹配适用和寻找各种工具 以及是说去找到就是适合投资到去进行投资 进行投资协作的就是各种场景和路径 这个就是这两方向的话会比较会比较会比较看好 也会比较就是一方面是一方面是去愿意去建设 有没有也说如果有机会来也愿意去支持这样的项目的发展 好谢谢 谢谢老板的分享 然后接下来就之后请红链资本商务总监 姜文老板简单的就这个问题 跟我们分享两句可以吗 谢谢老板 好的谢谢总监 然后我觉得必须很多都是从尝试出来的对吧 比如说ETH一天做智能合约 大家19年跌的那种产生 也不知道它现在因为发展壮大成这么好 各种生态各种资源都往上都在上面做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尝试 借贷模式也好或者其他的 或者是说债券模式也好对吧 都可以尝试发展嘛 就是摸发滚打起来的 必然就这点好 就是什么都可以去尝试 什么都可以去发展 然后边走边看 然后到了创新应用场景 我觉得其实可以看一下社会 就是说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的很多东西 其实都可以去用大工去去做一些 应用场景 比如说你现在提供的那个碳中和 对吧 大家口号的 到底要不要做碳中和 然后哪些国家做得好 也坏 这个都不够透明 然后都是有些 像欧美国家比如说打着口号 对吧 他们已经发展起来的时候 就耗着我们要碳中和 现在他们天然气 是又被无论是建议了 没得用的时候 他自己有那个起来 对吧 所以我觉得还是 还不够严谨吧 就是这些都可以用大工去 去制约或者制衡某一项决定 而不是为一个好的方向 对 然后之前提的对吧 比如说 美国的最大的总统选举 之前被曝 有人利用推特 或者Facebook 或者是说很多黑客 或者媒体 在里面操纵选票 或者之类的 对吧 也可以用到工去去解决 这个最大的问题 我觉得到可以发展的很大 全球到每个公门 每个地球上的每个公门 都是到的一个分子 到就是一个地球 我大概说这些 要做这些 好的好的 非常感谢各位嘉宾 然后希望到得更多应用场景 也期待在EOS网络基金会的支持下 EOS生态未来也能不断奔发 更多的到创新应用 那不知不觉 本次的活动也接近尾声了 感谢大家的自己参与 也非常感谢各位嘉宾的精彩解答 很高兴今晚能和大家一起度过 这样一个 氛围愉悦 刚货满满的夜晚 也希望在EOS网络基金会 以及众生态参与者的努力之下 EOS将以全新的面貌 亮相在更多人面前 相约下一场活动 我们不见不散 然后大家晚安啦 拜拜 拜拜 好 拜拜 大家晚安 晚安 晚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